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家? 不一定要是香港 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都可以是你的家 夢想家遠子見 和你沉迷夢想家 好,回到夢想家 接著我身邊有嫁到西班牙的Lulu Lulu 去了華倫西亞 聽她的說法 真是漂亮,海灘又多 真是一片平地 因為天氣也不錯 是啊,天氣也很好 是不是夏天也比較熱呢? 夏天比較熱 這裡應該通常去到三十多度 因為華倫西亞 雖然是比較潮濕 在西班牙來說 華倫西亞的潮濕 是一定不到香港那麼潮濕 即是不會牆上飆水 因為香港會這樣 不會,牆上不會飆水 但是對於 可能在西班牙中部去華倫西亞的人 他們就會覺得濕 但是在香港去你絕對覺得乾 但是西班牙中部的人會關火 是啊,會的 他們關火了幾個月 是啊,所以夏天是不可以燒夜吃的 即是你去那些郊野公園 你要看清楚日子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 即是他們那個濕 跟我們香港人那個濕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乾是可以乾到起火 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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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 不過比香港更冷 即是幾度 是啊,幾度 我好像今年都沒有遇過苦 即是幾度 已經是最冷 但是那些一旦有太陽的日子 應該很棒 是啊,有太陽的日子真的很棒 現在五月份開始就好天氣了 是 那有沒有雨季那些 通常冬天會多下雨 就是2月通常就會下雨比較多些 是,那其他地方就沒有什麼問題 即是去到一過五月就天氣很好啊 嗯 因為其實西班牙都是其中一個 很多歐洲地方的人去退休的地方 是啊,西班牙有很多 譬如說英國人去那裡退休啊 其他歐洲地方都會 因為貪它天氣好啊,有陽光啊 我認識有些人都在那裡退休的 所以 即是一個特別的選擇 因為天氣啊 再加上可能物價也不是很貴啊 那,想問Lulu 那你又嫁西班牙人 自己又去教西班牙人中文 你怎麼去看西班牙人呢 西班牙人,你剛才說過 他們比較輕鬆一點 那還有什麼,有沒有什麼特點 你覺得跟香港人很不同 跟香港人很不同 他們很喜歡插嘴 即是他們是可以大家一起開聲不停 哦,即是一直在那裡說話 是啊,一邊說可以不斷氣 即是西班牙人喜歡聊天 是,很喜歡聊天 我最初來到的時候 以為所有西班牙人都很外向 其實就不是的 只不過他們可能 那個民族性是這樣 所以我們東方人去看他們 以為他們全部都很外向 哦,是啊,因為他們經常坐在台上 有很多東西說 是啊,是啊 即是你又會有一個這樣的觀察 那你跟你老公的家人 那不就要說很多東西了 如果是的 我通常就聽的 他們就會說很多東西 那其實他們說那麼多東西 他們說什麼的? 嘩,什麼都說的 上次講開這個做手術 有一個親戚不知道 屁股那裡生了一個瘡 然後就搞到發燒發了很多天 然後後來才發現 然後就說他的檢查的經歷 這樣 就是 無緣無緣無故拉下褲子給人看 然後還有一個實習醫生 一堆人在後面派對 他覺得很尷尬 然後我老公就爆了他 之前年輕的時候 做這個 割包皮的時候 又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他會覺得 哎,沒事的 男男兩女在面前 他都覺得沒事 這樣都說出來笑一下 哇,其實也挺開心的 是啊 是啊 那你跟另一半的家人相處 都挺融合匯的 是啊 是不是比較容易相處一點 其實 你會不會覺得 即是 你覺得他們比較輕鬆一點 是不是比較容易相處一點 我覺得是的 還有可能我跟他們開始相處的時候 我都已經在西班人幾年 都已經大概習慣他們說話的方式 即是他們會很喜歡講笑 即很多西班人人都 講笑講成怎樣 說得很嚴重 又未必會很嚴重 即是譬如可能有時候 會拿你的身份來開玩笑 即是那些中國人怎樣怎樣 或者那些東方人怎樣怎樣 都會講一下這些東西 是啊 會講一下 只是開玩笑的形式講 是啊 即是你要分到他 其實在開玩笑 不是在歧視你這樣 嗯 那例如一般人 香港裡面你結婚 經常都會怕有什麼婆媳問題 你有沒有的嗎 嗯 我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我暫時沒有 你溝通得不錯 即是說 嗯 因為聽過西班牙人都會有婆媳問題 是的 但是因為通常 你搶別人的兒子 是啊 因為西班牙媽媽其實是很厲害的 通常都很疼過兒子 即什麼都照顧周到的 所以可能那些子女結婚的時候 就會想插手 是 即可能那些媳婦會覺得很緊張啊 奶奶要撿乾淨的房子 因為尤其是這些 就是西班牙媽媽對家裡的乾淨的定義 是要一塵不厭 所以很多媳婦都很緊張 即是他們有這樣的要求 那你家裡的奶奶呢 你的奶奶是不是是這樣 我的奶奶比較開通一點 但是是不是都是一塵不厭啊 即是很緊張啊 那些這樣 那又未至於 即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的 但是我聽過很多個案是這樣 是 那老爺那些又會開玩笑的 是啊 那這樣也挺開心的 你們會多不多家庭活動的 多的 即是我們疫情之前 其實我們通常每個星期六都會回去吃飯 其實西班牙都很重視家庭關係 是啊 即是經常跟人看歐洲片都是這樣 他們經常都有一台很長的桌子 然後呢 就祖孫三代 每個家裡就拿兩個菜 去到可能阿爺阿嬤家裡 然後就一個下午 是不是這些歐洲片的畫面 是啊 尤其是聖誕節就更加是這樣 即可能再多幾個家庭 即是有點像香港的團年飯 這樣 哦 OK 那這個就是跟西班牙人 即是家裡就相處了 那 多了西班牙老公呢 你的老公有什麼不同 即是家裡又是一個老 嗯 那差不多 那我老公就不太會煮飯 但是我認識很多西班牙朋友 即是男生都會煮飯 尤其是煮排也很厲害 然後我有聽說過 為什麼叫排Aya 西班牙文 你可以當是para 即是被為了的西班牙文 Aya 即是他 即是女生的他 即是為了他而準備的 所以很多男生 會靠這件事 就腦奪女朋友的方心 哦 即是通過煮飯去俘虜女生回來 是啊 是啊 那你老公就不是的 是啊 那你懂得煮飯嗎 我可以 我可以 他喜歡吃我煮的東西 哦 那好吧 即是你鎖住他的胃 是啊 講得很高興 是啊 就是這樣 那相處上面 會不會有爭執 更容易有爭執 那些爭執會不會大反應 即是熱情的民族 一吵架上來 你吵得好行 會不會這樣 兩夫妻那些我就沒見過 是 我自己跟他 通常我發脾氣而已 他就是硬吃 遷就你的 是啊 那也好 港女怎會不發脾氣 是不是 不是 其實我也不多 是 OK 你是那些 摺摺摺的那種脾氣 還是會爆出來的那些 那些 我是那些很久都不爆一巴巴 很嚴重的那些 哦 即是會叫 會大叫 那些 那又未至於 可能會關上房門冷戰 哦 即是黑面那一派 來的 是啊 啊 OK 那你覺得那些優點在哪裏呢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那一句 爽直一點 即是 怎麼說呢 沒有那麼多 跟香港人 怎麼比呢 跟香港人比 還有他會毫無保留地稱讚你 即是當你真的做得好的時候 例如你煮東西吃的時候 是啊 哦 那其實挺開心的 是啊 所以你很容易知道 哦 這件事就是做得好 或者這件事做得好 這樣 嗯 那在西班牙來說 是否容易認識朋友呢 以你的例子 認識朋友 認識朋友 我覺得也不難的 就是只要肯踏出大一步 我那時候剛剛去Granada的時候 朋友就不太多 一開始就是 朋友介紹朋友 或者是參加一些聚會 例如是Language Exchange 或者是教會的聚會 這樣 也會認識朋友 又或者我那時候 也很喜歡去一些餐廳 或者咖啡店裡 吃早餐 我每次吃早餐 都會在那個 去巴桌的位置 因為呢 就方便跟店主 或者是Barrista聊天 哦 即是趁機都要練一下 練一下語言 是啊 練一下 而且你去得多 就會人情味 又出來了 這樣 是不是比較濃厚的 這個人情味的方面 就是西班牙這方面 會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人情味是比較濃厚的 尤其是你 我覺得是跟商店 餐廳 那個關係 我覺得是容易一點 看到那個人情味 是 因為我認識一些西班牙的朋友 他們在英國的時候 他們就 經常都批評英國人很冷漠的 嗯 他們就說西班牙一定不是這樣 這樣 你都感受到的 我也是 是啊 還有他們那個肢體語言的表達 是比較豐富的 就是對人對事也好 就是譬如說你 現在疫情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之前 就是 是一見面 如果是朋友的話 大家就 摸一摸摸一摸 摸一摸摸一摸 尤其是同女生 男生和男生 就不會捨臉的 是 這個都很開心的 是 看到都很高興 那 容易認識朋友 熱情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跟他們 上次有什麼秘技 有什麼不說得 說得 那些這樣 嗯 說得不說得 嗯 就是爽脆到什麼都說得 對 連割包皮都說了 對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 其實就是看你熟不熟 你很熟 什麼都說得 嗯 這個就是 挺好的 這種這樣的感覺 爽啊 那麼 這一節講完 下一節跟你講一下 其他一些 一些 一些硬一點的東西 好 回到夢想家 節目我身邊有 嫁去西班牙的Lulu 在西班牙 華倫西亞生活 想問一下你 例如 西班牙很多人 都要一些硬性的資料 問一下你 例如西班牙政府的運作 和香港政府的運作 行政上面 普通處理一些問題上面 那個效率 速度有沒有不同 好大不同啊 你說效率的話 就低一點的 即是速度是慢很多的 出錯率也高一點的 是的 譬如說你在香港 你可能拿一張出生紙 可能是兩個禮拜 如果沒有記載 兩個禮拜就可以給到你了 嗯 如果你是西班牙人 可能都會快的 因為現在都很多東西 是已經可以用電腦搞定的了 嗯 但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沒有辦法用電腦搞定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很慢 要拖多久 可以拖 可以拖很久 譬如說 我上次拿一個住址證明 在Granada的住址證明 那個住址證明 就因為是 之前兩年的 就是一個特別一點的住址證明 那他就說 是要一個月內才可以給到我 那怎知道一個月內 他回覆我的時候 就說你沒有交到你 那些什麼什麼資料 然後怎知道 其實交那天 我已經問了那個人 其實我是不是要交這份東西 他說不用了 這樣 然後結果你要再去交多一次 即是又撲過空 又要再來過 是 即是會發生這些事情 即是反反复复 即是他脫掉了東西多的 是啊 他們很多脫掉 還有行政架 我覺得比較多 假床跌落 效率上面就慢很多 即是說如果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另外就是 稅收 很多人都會想 這些歐洲國家 是不是全部都重了 到爆炸 我想都重 是啊 我沒有試過是一個 真的長時間瘦身的員工 我不是真的很特別感受到 他的稅收是怎樣 但我記得我當時 出老師時薪的時候 可能我出10歐 公司其實可能是給5歐 要交這個社保 那些 嘩 他都會交多少 是啊 因為其實社保是貴的 所以你創業人士 就很辛苦 因為你可能每個月要交 座底200多歐的社保費 那未計你賺錢要交稅 還有銷售稅 這裡都要21% 嘩 即買一樣東西 已經扣了21% 是啊 農產品就少一點 普通食品10% 農產品4% 好像是 買衣服買成 買衣服就21% 買衣服就21% 嘩 如果是很貴 是啊 買衣服買電器 這些全部加了21% 就真的很厲害 是啊 那他們會不會因為這樣 不買東西 不會因為這樣不買東西 我覺得普通的西班牙人蜜肉 不是特別強烈的 我覺得沒有香港那麼厲害 他們沒有那麼喜歡追名牌 噢 那這個也是的 你去到外國發現 他們都是可以很隨便的 他們的生活就 即不用好像香港那樣 是啊 未必需要靠這件事 可能大家生活的目標不一樣 那其他 例如交通方面 那些東西會不會很多這些 這些 多不多道路擠塞 那些東西的 社區建設又是怎樣呢 社區建設 基建的話 其實是OK的 公路網其實都做得挺好的 是 路漂亮不漂亮 那些粒粒粒 爛 射掘路 城市內 就可能會少些 是 如果是 小一點的小小 可能就會有這個情況 維修不是特別好 基本的東西是可以給你的 是 譬如說有時候交通燈 壞了兩個多月都還沒做 就是看到它的效率是慢的 嗯 這些就不能跟香港相比 這些就不能跟香港相比 不過香港又有另一個問題 香港經常掘路 有時候都是很麻煩的 是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路整天都掘路 很怪 多電線 很奇怪 他們 例如你的政府 一般商業上 或者跟別人交流 公司和公司 這些都是慢一點的 其實是 公司和公司 那你會 工作日子交流 才行 日期間 沒有人理會你 哦 這裡就是這樣 真的 這些人在外國生活 譬如說月 是啊 因為他們有一個月的假期 就是上班的人 通常那些人是夏天拿假的 夏天就算不是全部人一起拿假 可能公司就很少了一半人 可能夏天他們回覆你那個 速度就會慢一點 嗯 那這個也挺像 有很多歐洲國家都是這樣 法國也是這樣 那些人有一個月的假期 又是夏天拿掉了 給我放暑假 是啊 是啊 這個要適應一下 那就是說 一到夏天 大家都要把所有 新陳代謝 甚至所有東西都要減到最晚 是啊 是啊 純粹享受那個假期 其實我想問一下 例如 一年有整個月假期 那些人是怎樣過的 那些人怎樣過 每個人不同的 現在很多人就輕去旅行 就是去外國旅行 不去外國旅行的 或者會去自己的海邊小屋 或者是村裡面那些屋 或者山裡面那些 就過一兩個星期 然後再去西班牙其他地方玩 那樣 就是他們已經要感受用寫意 就是這樣 是啊 就是真的休息 或者是真的離開他工作的環境 就是以氣地去放假的 他們都是以 是啊 那些香港人一向趕 放假都趕 我不會的 趕行程是不會做的 這個就是整個社會的形態 好 去到最後 問一下 例如 醫療 教育 這兩個大範疇 你怎樣去看呢 你自己是教書 香港是教書 教育呢 這個教育你覺得怎樣 教育 我覺得跟香港是有點相似的 它都一樣是私校 遵校 功能學校 但是我覺得西班牙的課時短些 就是上學的時間短些 就是無論是日數也少些 我覺得日數應該是少些 跟著那個時數也少些 他們會剩下很多時間做科學活動 或者是被小朋友打 那些學生通常做什麼活動 踢球嗎 打球嗎 西班牙那些籃球足球很厲害 真的 是啊 男生很多就是踢球打球 或者是一些 總之運動 男男女女都應該會有最少一種運動 那你跟香港有些不同 對香港課時也很強 壓力應該沒有那麼大 那就是說 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 嗯 那可以給大家多一點的空間 和生活的時間 醫療呢 最後我問了 看醫生犯不犯 醫療 公共醫療現在就比較慘 因為COVID的關係 就很多 對 疫情問題 很多 看醫生 現在很多 就要打電話 那我聽有很多 包括新聞都有報道說 其實很多癌症病人 就因為這件事 就搞到他延遲了他的診斷 療程 療程或者診斷都有延遍 嗯 那就沒辦法 但其他平時的時候 這裡的醫療好不好 好嗎 OK的 其實就 因為其實看醫生 你供了社保 你不是免費的 是 如果是公立醫院的話 嗯 入醫院都是不花錢的 是 這樣的 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交稅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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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就 就是福利各街 就這樣 這樣 就跟你聊到這裡 那西班牙就 爽了 我每天都覺得 哇 這些有陽光有海灘 這樣 就是這些下午日落 看上去很棒 這些 是啊 這個就是百罕不厭 是啊 就是一片金黃色 哇 真是 有美女 唉 想起都很爽 唉 現在又不能走 香港 局處聽他們說 疫情之後來玩吧 好啦 好啦 多謝你啊 LuLu